川端橋 後面有聽到嗎 這一條叫川端橋 這一條川端橋 要跨過 現在要做一條新的 跨過 跨過底下這個橋 就保留 這個是整個就是日治時代 1927年 1937年那時候做的 所以這一條橋是一個古蹟 它古蹟有擴建兩次 它擴建的這個要拆掉 只有留下川端橋 岩石的那個岩拱的那個 那個橋樑會留著 那留著 上面會做一個新的橋 新的橋呢 中間沒有橋樑 因為它架在怎樣 川端橋的上面 所以沒有橋樑 所以要一個怎樣 岩壺形的鐵架 把它架過來 所以說 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花很多的錢 這個大概十幾億 要做這麼一個橋樑 花很多錢 但是要把古蹟留下來 目的就是花那麼多錢 要把古蹟留下來 古蹟橋樑留下來 那早期這一條河呢 我小時候也有看到有香魚 香魚 那香魚為什麼 紀州庵 這裡有游湖的船 游湖的船 他們一邊抓魚 一邊烤香魚 點魚 烤的時候 聖殿啊 這些官員會招什麼啦 招義記 來這邊營師作對 來懷鄉 懷他們的一個文化 所以預計都會在紀州庵裡頭 如果有生意上門的話 老闆就會請他們上 這裡有兩三艘的那個油船 進去烤香魚的一個文化就出來了